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楊宗英騎著馬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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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頭巷 此時姜翠平已經上一追到來了 正所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怎麼辦呢 楊宗英定了定神 至小一看 哦原來兩邊兩邊是高高的圍牆 迎面是一道閣門 行了 楊中英有辦法 他連亡落馬上前來推門 對了 到國門沒有鎖 這些真的被他推開了 他把馬遣子進去 然後急隔一聲 又把門閃緊 他進去一看 原來是一座花園 有假石山 有荷花寺 還有梁亭 跟著他向前行 看到前面的八角梁亭上面掛著兩眼沙燈 燈下有人在聊天 楊中英牽著馬馬上閃到一邊 怎知這匹馬又在鄭亭的時候叫了一聲 梁亭的人就聽見了 誰啊 是我 楊中英想 不要這麼鬼鬼祟祟 聽說被人當賊 他連亡把馬綁在旁邊那個樹仔 自己大大步走去梁亭 進去梁亭裡坐著老少三個人 當中是一位老園外 生得慈眉善目 他左手邊坐著一位老夫人 右手邊坐著一位千金小姐 楊中英眼尼又很記性 他一眼就認出來了 老人家 請問你是不是姓苗 老園外 奇怪了 你怎麼知道 哈哈 哈哈 我如果沒有記錯呢 你一定叫做苗信 是不是 沒錯 哎呀 苗園外 你不記得了 前幾日 你家裡說有妖精 有個小道統 說到你們行妖族怪 那個小道統就是我來啊 啊 哎呀 哎呀 小恩公啊 你換了盔甲 我都認不出 來來來 壽英 快點拜謝我們的恩公 苗壽英 站起來 走了 他說 法師 如果不是你們師徒行妖送藥 我病到現在還好不回來 多謝你救命之恩 楊中英不好意思了 他說 小姐 不要這樣說 我不是什麼法師 我叫做楊中英 我是天波虎楊家的後代 哦 苗園外一聽更加歡喜了 哎呀呀 原來是楊家的將軍 請坐 快點請坐 苗園外 不用客氣了 有件事想求求你 因為我和遼軍對敵的時候 馬不聽話 現在被那個姜翠平追到人這裡 他現在就在門外了 老園外 你能不能夠想我法師 把他弄走開呢 苗園外還未能出聲 苗壽英就問了 楊將軍 姜翠平 是不是只是姜北平呢 哎呀 這層我就不知道 那他是不是有個哥哥叫做姜德 是 姜德就是我大師兄 上次有個妖精來那種樹搶你 那個人就是姜德的徒弟 他是想搶你回去做姜德的夫人的 苗園英聽了 臉都紅了 但是他說 原來如此 不用問了 那這個姜翠平 就是姜北平了 姜北平不是外人 我和他都是一師之徒 沒有啊 楊中英聽說他兩位師姐妹高興 哎呀 苗小姐 那我想求求求你了 我們軍隊裡面 楊卿和岳勝兩位將軍 被姜德的毒藥飛刀打中了 傷勢很嚴重 誰都不適醫 只有姜德和姜翠平有解藥 請苗小姐你無論如何 都在他處拿些解藥來救命啊 好吧 就在這個時候 聽到外面有人啪啪啪猛的拍門 開門 開門啊 楊中英聽說 哎呀 姜翠平來了 苗圣英笑一笑說 張斌 你放心 等我去見他 苗圣英開了門一看 果然就是姜北平 即是姜翠平 姜翠平一路追著楊中英 就追到了這條挖頭巷 他一看 不見了人 心想實在進了這間谷頂了 他順著圍牆走到正門 看到大門是關得緊緊的 就砰砰砰上前拍門了 不過 過了一陣子 門一開 苗圣英出來 姜翠平見到很奇怪 哎呀 不是我師姐 苗圣英站在眉眉笑 定眼看著姜翠平 看到姜翠平的臉都紅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想起自己哥哥 不過姜德派無心搶苗圣英的事 這件事如果被苗圣英知道 還不生氣嗎 姜翠平定了定神走到前 他說 哎呀 師姐是嗎 是啊 北平 什麼是你啊 是 北平 怎麼會你拍門拍得這麼大力 真是嚇死我啊 進來坐吧 哎呀 還有馬 人來 怎麼馬軒也進來 家人回應了一聲 就馬軒到院子裡綁好 姜翠平一進門口就問了 師姐 這裡是你家嗎 是啊 你不知道嗎 哎呀 真是對師姐 你幫幫幫忙吧 什麼事呢 師姐 先頭 是不是有個宋軍小將來過啊 騎著一匹白馬 拿著長槍的 苗圣英立刻收起笑容說 什麼宋軍小將啊 有白馬長槍啊 我沒見到啊 師姐 我親眼看著他在你們屋外走過的 不知道他有沒有東西進來呢 他叫什麼名啊 楊中英 他說天波夫楊家的人 跟著 姜翠平就將經過講了一次 苗圣英聽完他就說 哦 這樣啊嘛 師妹 那你現在從哪裡來的啊 我在前線來的 是的師姐 我現在是保遼國的 蕭太后還認了我做契女 哦 那好啊 你高升了 恭喜你啊 來 來我樓上先坐一會兒 講完 他拉著姜翠平的手要走 姜翠平說 師姐 我要找到那個人先 你急什麼呢 苗圣英轉頭對家印打個顏色 他說 你們要去後面搜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逃跑進來的送帳 哦 知道了 他想要去後面搜查一下 他就在花園八角亭那裡坐在那裡 我知道了 你想騙姜翠平而已 我會做的 轉身就走了 他出去了 姜翠平也沒有疑心 為什麼呢 這個是師姐來的嘛 段古不會騙自己啦 姜翠平這樣想 上太大檔 姜秀英帶著姜翠平 姜翠平來到秀樓上面 吩咐丫鬟幫姜翠平解開盔甲箭袍 苗圣英只是想親手跟他脫下一個百寶囊 姜翠平說 師姐 不用勞煩你了 這個百寶囊你不要碰它 為什麼呢 它是我和哥哥的命來的 哎呀 什麼寶貝那麼重要啊 李天威配的解藥啊 全部在裡頭來了 哎呀 什麼李天威我天威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不知道就不要問了 師姐 說完姜翠平一直把百寶囊放在自己身邊 苗圣英這樣就知道了 啊 原來百寶囊裡面有解藥在此 嗯 我想我法子 幫楊中英拿到解藥才行 於是苗圣英吩咐丫鬟 說 快點沖湖香茶來先 然後就準備酒飯了 姜翠平說 師姐 我坐一會就要走的了 我還要找楊中英啊 那你找那個楊中英做什麼呢 師姐 本來呢 他和我哥哥是師兄弟來 我就不應該對他下毒手的 他說現在 他真是欺人太甚 怎樣呢 那個楊中英 你都不知道 他偷我的匹馬 啊 師妹 一匹馬而已 有什麼那麼緊要呢 哎呀 師姐你不知道了 匹馬是蕭太后賜給我的 哎呀 師姐 說起來這件事 都是怪你 哎呀 又關我什麼事呢 實關你事了 我講出來都不怕你笑了 你聽我慢慢講 師姐 然後呢 薑翠萍是把毛心搶傷 自己得到消息 三更半夜 勸哥哥的事情 前前後後說出來 後來他還說 那時候 我心要的包袱裡面是你 我坐在床邊 又推又推又說笑 等我把包袱打開一看 哎呀醜了 裡面原來是楊中英啊 你說了 三更半夜 我一個大姑娘 和我導師仔在一起 你說這樣就算怎樣呢 還不算啊 他走的時候 還連馬都搶走了 今天我去到兩軍鎮前 問他要回一隻馬 他說 那隻馬是我送給他 做定婚禮物的 當著這麼多人 你說我有什麼面子啊 苗手英聽他笑得很多呎 哎呀 什麼這樣都有的 原來那個楊中英這麼頑皮的 哎呀師姐 我真的被他激死了 師妹 你不要再喊一聲嘆氣了 我和你出個主意 什麼主意啊師姐 解鈴還須系鈴人 我說你聽 楊中英這個人我認識他的 蛤 你認識他的嗎 是啊 這樣的 我那晚被那個假妖精嚇病了 就全靠楊中英 逐了個假妖精 救回我的命而已 老實說 這件事就不能怪人家楊中英的 又不是人家走到你間房樹 是你哥搶他的 是你呢 師妹 你是個中原人 怎麼能夠為遼國效力的呢 我有個辦法 能夠和你消除煩惱的 但是 姜翠平聽了苗秀英說的說話 覺得有些道理 她搶他的頭 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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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流起眼淚 苗秀英說 師妹 你想不想我和你想個辦法啊 師姐那你說吧 讓我看看行不行得通 師妹 楊中英是個好人啊 是個帳門之子 由你哥哥的親師弟 繼我說 不如純粹推舟 將你的終身許附給他 不是好咯 人家就沒得說了嘛 姜翠平聽了這事 十聲站起來 你快點閉嘴 說這些話 看見是你的師姐 如果遞過我就反面了 師妹 我為你好 哼 我和楊家仇心似海 是嗎 師妹 究竟你們兩家有什麼仇恨呢 唉 想當初我哥哥下山的時候 他也是想去保宋朝的 但是那個楊綠郎 妒忌人才 不但沒有收留他 還殺了我們全家滿滿 我兩兄妹這樣才沒有法子 才離開中原投奔去遼國而已 殺父母之仇 不共大天 你說師姐 我怎麼能和他結婚呢 描秀應該聽大戲的驚 他說 師妹 你詳細說我聽聽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 是的各位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件事 和根就在老賊王強那裡來 當初姜德在山上學藝 斬眼十幾年 那一年他趁著師父愛出雲游 就偷偷下山 一路去到京城 他是想去宋朝頭軍 誰知是被老賊王強遇到 帶了他回家盤問 姜德不知究竟 他就照白講 王強聽了就說 這樣吧 你演一演武藝給我看 姜德演了一套刀法 王強看了大戲一驚 嘩 這個姜德這麼厲害 本事 如果他保宋朝 那就是我的死對頭 一個楊綠郎 我們就鬥他不行 又來到姜德 天不得了 有的 蕭太后知道了又要怪罪我 我要想法子 等他保我們遼國才行 老賊王強打定主義 他和姜德說 目前兩國交兵正是用人之際 楊綠郎大是我的結拜兄弟 我立即寫封信給他 保你去他那裡做大官 你在我那裡等幾天 老賊王強把姜德扣留在自己家裡 暗中派幾個殺手 日夜趕路去到河南疆家村 把姜德全家人殺了 之後 王強又偽造了楊綠郎一封福信 交給姜德 姜德一看 是楊綠郎寫來的 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目前不能任用 等到將來朝廷開武科 選拔武藏元的時候 你再來京城比武 姜德看了也不生氣 他心想 我的本事有誰見過呢 現在楊綠郎這樣推堂 也不說他是錯的 但王強在旁邊 猛地潑 他說 真是知人 知面不知心 一向我以為楊綠郎大仁大義 嘿嘿 想不到他這麼妒忌人才 你有這麼大本事他都不肯用 唉 無法指 等你有機會的時候 我再請你去 姜德多謝一番 就回到河南家鄉 他回到家一看 大戲一驚 十幾條人命 唉 他死去打聽 有個人告訴他 說天波虎楊家的人馬 擔住大棋 血洗姜家村 將他全家滿門殺青方 姜德乃一庸置夫 他也沒有仔細想清楚 當時生氣到火候合 他就說 楊賢超呀楊賢超 你真是狠毒 不單止不用我 還反而殺我全家滿門 此仇不報我 世不為人啊 他立即寫封信給姜北平 姜北平接到信 就慈別師父回到家鄉 聽姜德說明了這些情況 生氣到死死了 兩兄妹安葬了父母和家人 灑淚離開了家鄉 離開了中原 直奔歐洲 去得正 葬政遼國正在招賢納士 姜德和姜北平兩兄妹 參加武科場比武 結果獨佔額頭 蕭太后想 這兩兄妹是中原人 能不能死心撻地補自己呢 她想到一個辦法 收到姜北平做契女 不過蕭太后 說到北平這兩個字是特別難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遼國在北方 這叫北平 我多麼刺耳 就跟她改了名字 叫做姜翠平 姜翠平做了蕭太后的契女 跟一般人不同 叫她公主 一出門 也有人跟她打起羅傘 有儀仗隊 所以兩兄妹非常感激蕭太后 不久之後 就帶領人馬去前線鎮守原武鎮 話說苗秀英聽著姜翠平流著眼淚 說完以前的情況 覺得很奇怪 楊家會做這樣的事嗎 苗秀英越想越不像 她就說 師妹 眼見為實 以聽為虛 你是聽人家說 說是楊家的人馬 殺了你們全家 有誰做政 苗秀英一直想說好姜翠平 勸她歸寒送朝 欲知後事如何 且下回分解 拜拜